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 你可能就喜欢上他了 那我这样算是喜欢他了吗 可是 娘 你听说了吗 上次来看病那位大侠 明天要被处展了 哪位大侠呀 就是带紫衣带来那位幻师医帧的大侠啊 什么 娘 你怎么了 娘没事 可能最近病人多了一些累的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被处展呢 告示上说他是什么江阳大盗 我不相信 他怎么会是坏人呢 一定是官府搞错了 娘 娘 你看上去好像很关心他 娘久死扶上一辈子 三教九流都见过 我总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怎么会有如此厄运呢 怎么会有如此厄运呢 怎么 photo 好奇怪啊 怎么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备着一包东西呢 好奇怪啊 你 跟过去看看 看起来蛮好玩的 快 跟上 跟上 好 来了 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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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鬼啊 疼鬼啊 疼鬼来了 那边撞的什么 怎么会动呢 疼鬼来了 求求你 疼鬼来了 疼鬼来了我们 求求你了 这衣服怎么那么破旧 有了 这还差不多 走吧 走吧 走 刚才那位姐姐好漂亮啊 肯定是位仙女 就是就是 不然怎么会对我们那么好呢 给我们新衣服 这新衣服好漂亮啊 是 我的衣服呢 这这漂亮衣服 跑哪去了呢 怎么会这样 难道 难道她不是仙女 不是仙女是什么 她会法术 不是仙女 难道是 卫鱼 别猜了别猜了 快回家吧 快走吧 快走 这还蛮好玩的嘛 我得去找冰人 我觉得一定是官府搞错了 大哥 他怎么看都不像是江阳大盗嘛 真是好人不偿命啊 师父 你说龙飞大侠他早死了 是不是就能证明他是个好人呢 那有这样变成好人坏人的 如果真像你说的话 那超过三十岁还没死的 岂不全都是坏人了 师父 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 好人或许也有偿命的 坏人也不一定都短命啊 不对不对 是偿命偿命 不对 是短命短命 偿命 哎呀 搞什么 都什么时候了 还玩绕口令啊 赶紧收拾东西吧 哦 哦 你为什么穿了一身兽衣啊 难不成你是从棺材里面出来的啊 四十岁 三十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 快点呀 快抓呀 火会不会太大了 不要烧焦了 哎 别动别动 你看呀 那儿有银 你 这下可怎么办呢 还有处斩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 但是不是吗 вот 来来来来 玩些för 出门都干 been 人家啊 真是 outward 十是 快走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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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他 杀了他 赶紧杀人了 杀人了 贱怀 杀帮我 杀了手 Pull U 手 La 小伙伴 中文字幕志愿者 燕鸣正身 燕鸣正身 正式带龙飞 这叫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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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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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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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等什么 给我斩 徒儿寇歇师父 起来起来 来 白燕 你太鲁莽了 你中了关神月的乌金场 还好 他现在的功力只有七成 如果达到九成 你早已没命了 做好 我替你留伤 我怕你还好 你还好 你还好 他过来 好 我怕你还好 再次谢过师父 师父 你的手 不必惊慌 这点雕虫小技 还不至于上我性命 师父 刚才备斩之人并不是龙妃 义父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此地不予久留 避免节外生枝 你还是早些回客栈吧 我有事 先走了 师父 白燕 小心你的义父 不光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炮啊 可能是办喜事吧 不会啊 义承啊 我怎么听到外面有鞭炮声啊 爹 有个叫龙妃的江阳大盗被处死了 我呀 买点鞭炮来放 冲冲我们有钱人的会去 龙妃被处死了 我明白了 原来是官统领的放长县钓大鱼之计 实在是高啊 爹 你认识这个叫龙妃的 他就是跟戴紫玉一起 闯来我们家的那个小子 就是他呀 几十年啊 龙妃他居然没有死 容貌也一点没变 还有那个姓戴的小子 你不是亲眼看到他被扔一下古井的吗 是啊 居然也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吕诚啊 难道说天地下 真有长生不老药 难不成这古井里还真藏有玄机 没错 爹 这说不定那个古井就是神仙住的地方 被那两个小子歪打正着撞上了 那我们真应该到古井去看一看 好 这就去 说不定啊 我们还能遇到神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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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觉得 此情此景 似曾将实 太熟悉了 我好像以前和你 下过骑士吗 相公 你总是赢旗 你也不知道让了我呀 你我本是夫妻 棋盘上谁输谁赢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是要赢得你的真心 而不是棋盘棋 这样吧 下次我让你三贼也无妨呢 来 来 你先请 精心居士奇异精湛 在下输得心服口服 等改日再来讨教 过奖 过奖过奖 下次我让你三贼也无妨 其实下棋在于易经 我希望能赢得你的真心 而不仅仅是几盘棋 精心居士所言饱含禅机 请恕在下愚昧 亦是难以体会 龙妃施主 你要是不舒服 就先回去吧 我们改日再聊 在下先告辞了 都几十年了 人事物全非 几时你恢复了记忆 又能怎么样呢 龙大侠 这件衣服是你穿过的 本来我是给师父做的 可后来我又把它给了你 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对不起 大侠 我不是咒你死啊 你可千万不要回来找我呀 龙大侠啊 这件衣服是我遇到她的时候她穿的 现在人已经不在了 我想把它留下来做个纪念 唉 是 龙大哥 我们相识匆匆 离别也匆匆 还没来得及了结更多 难道就要永别了吗 这天地那么大 一千万年之中 一千万人之中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却让我碰到他 娘 你说这就是缘分吗 天爱 他是谁呀 龙大哥 龙妃 龙妃 我一直以为可以把你忘记 以为时光会冲淡对你的爱 可这次重见才知道 原来你始终在我心灵深处 敢也敢不走 挥也挥不去 但是一瞬间 我又失去了他 在我心中充满了失落感 娘 你说这样的缘分 是不是很残忍了 孩子 不是每段缘分都有结果的 你没有得到过 也没有失去过 可是 这是我第一次对一个男人有感觉啊 想不到 他这么快就离开了 我又何尝甘心呢 龙妃 你几十年前 你已经让我体会过了生离四别 为什么今天 还要让我承受同样的痛苦 天爱 生活中难免会有些遗憾 但我们要懂得去面对 去正视自己 真正属于你的 永远都不会失去 别太强求 顺其自然吧 快 快 就这景吧 您下去看看 爹 我太重了 我怕累着您 不如我把您放下去吧 你小子 平常说孝顺我的话都是假的 不 井那么深那么黑 你让你爹下去 我明白了 你是希望我有个好歹 你就可以继承家产 当你的曹大老爷了是不是 爹 我不是那个意思 您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我还怕您把家产给了别人不成 要不这样我再去找一个人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这种事情能让别人知道吗 你要真不愿意 我也不勉强 爹其实是为你好 希望你早点得到先术 可是你 那算了 我自己下去吧 爹 爹 你看 井这么黑又那么深 太危险了 不如我下去吧 这才是我的孝顺儿子 来 把绳子绑上啊 好 爹 你一定要把我拽紧啊 一定要把我拽上来啊 你放心吧 我还等儿子养老送终呢 爹 那 来 爹 你一定要把我拽紧啊 知道啦 爹 你一定要拽紧啊 放心吧 下去 拽紧啊 拽紧啊 你 爹 你干吗收绳子啊 你在底下仔细地找找看 三天以后我来接你 那也不用收绳子嘛 傻瓜 绳子放这儿 不让人家发现了吗 爹 还是你想的周去 那三天后你一定要在这儿接我啊 放心吧 天快亮了 我先走了啊 爹 你别忘了三天后来接我啊 三天后我来接你 来 义父您来了 请里面坐吧 嗯 义父难得有机会来 就让我准备几道本店的拿手菜 来让您尝尝吧 好啊 把你们的拿手菜都端上来 让我尝尝 马上就来 来 不对啊 如果他右侧中了我的吴金掌 右手必定贪软无力 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义父啊 嗯 这些呢都是我们温柔客栈的招牌菜 尤其是这个烤鸭 你一定要好好尝一尝哦 师父啊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好 白颜 嗯 去请他们过来 哦好 走走走 紫月 小婷 你们俩想去哪儿啊 我义父他有事情找你们 找我们 不要担心 你们两个给我进去 来 你们两个跟我来了 来 进来 两位请坐吧 两位不被惊慌 上次的事实在是抱歉 其实不过是一场误会 来来来 坐坐坐 何止是误会 我们受的苦挨得打 可是真格的 真的是误会 我们要抓的江阳大盗龙飞 已经七十多岁了 与那位年轻公子的相貌 实在是太相像了 我们以为他失了一榕树 所以才冒闯跪点抓人 什么 你说龙 龙飞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是的 他已在数日前被捉拿归案 并且已经在昨日午时给处斩了 此事想必你们二位都知道了 都怪我的手下办事不力 惊扰了二位 还请多多包涵 那只是惊扰 简直就是虐待 就是欺负人 他们下手的确是中了点 不过 我也再没追究 你们是怎样逃出狱的了 我就是不想再错上加错呀 三匹 伸手不打笑脸人 关统领都已经那么诚恳道歉了 你不应该出言不逊吧 对对对对 关统领 你说哪里话对不对 你们也是为了惩治恶贼 偶尔出点小错 那也是在所难免啊 其实关统领 您那么为我们百姓着想啊 这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福气啊 三匹 你说对不对啊 没错没错 百姓知福 百姓知福 白燕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点的菜就让代师傅他们吃了吧 我来付账 义父 这一餐让我请客吧 不行不行 开店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嘛 这些就当是给二位赔罪了 先告辞了 谢谢义父 你们俩还站在那里干吗 还不坐下 四龙飞 碧龙飞 他们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哪 我都不吃了 子虞 三匹 你们两个怎么都不吃啊 又不用你们付钱 三匹 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烤药的吗 哪有心情吃啊 龙飞大侠都死了 刚才官统领不是说了吗 他有可能弄错了 或许真的不是你们那个龙飞大哥啊 事情怎么可能那么巧啊 我觉得一定有问题 对啊对啊 他的话要是能信的话 老母猪都能上树了 那龙飞到底有没有死呢 不好说 不过 不过最近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突然 太意外了 总之 总之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复杂的事情 不用急 不用急 咱们来分析一下 这么说 如果龙飞大哥他没有死的话 这几天他到底跑哪儿去了呢 他刚刚一失踪 官府就抓到了江阳大盗龙飞 这事情会不会太巧了些啊 假如说 如果观山岳真的已经杀了龙飞大哥 那他又干嘛跟我们道歉呢 还有啊 这死龙飞比龙飞 他们年纪相差也太远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哎呀师父 你现在的思维果然如天马行空 似逆水行舟啊 不过我怎么都越听越糊涂了呢 你年纪还小 糊涂呢那是很正常的 不过啊你这臭小子 最近四字成语好像用得蛮顺溜的嘛 那是那是 你们两个还真够恶心的 怎么 师徒俩一定要不停地互相标榜吗 我想请问一下 这龙飞死不死 和你们吃不吃东西 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当然有关系啊 我和师父和龙飞相识一场 现在龙飞死了 我们怎么可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呢 这这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有所表示 虽然他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能够感觉得到啊 哎呀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你们女人不懂的 三皮说的没错啊 不过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饭饱了人会呆 呆了之后呢 又怎么可以想清楚一些复杂的事情呢 哎呀师父师父 你越来越厉害了嘛 真不愧是 人见人爱的万人迷啊 这龙飞才刚刚死 怎么 你们想陪他饿死啊 才刚刚认识几天 就要生死相随 可真是令我感动 三皮啊 今天的烤鸭还真是格外的香啊 不吃那就太可惜了 对啊对啊 我和龙飞才认识几天 我干嘛要为他饿肚子啊 况且他都没答应收我为徒 管他呢 吃 你这个三皮这么快就变了 小心晚上 龙飞去你的梦里找你啊 姐姐啊 你可别这样吓我 你要是把我吓傻了 我晚上过去骚扰你的梦 师父 你肚子里的青蛙在叫喽 你呀 这么大的鸭腿 塞不住你的嘴啊 我看你跟我学一三年 做衣服倒是没学到什么 好像现在 应该我反过来教你师父了 你来教教我 怎么样才可以跟你这样 油嘴滑舌呢 师父 你可别栽赃陷害 拼嘴是天生的 也就是说 你早就具备了 油嘴滑舌的本领 只不过 以前一直没机会表现而已 后来遇到了三皮五 让你的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师父 照这样来说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老爹 这么巧啊 每次我是烤鸭你都会出现 这到底是你跟烤鸭有缘分 还是我跟烤鸭没缘分啊 当然我 臭小子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 说得对 老爹 来来来来来 老规矩 烤鸭你现在吃了 你得给我讲个好段子 好 吃完这讲 好 老爹啊 我看你这手有点脏 让我帮你擦干净吧 谢谢啊 点赞 您 啊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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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师父东西 怎么突然间变这么冷啊 敢在我洞里点火 鬼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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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鬼了 三匹 你不要吵啊 我看见一个影子好像是龙飞大虾的贵婚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 师父 难道真的被百音姐姐说中 龙飞大家的鬼魂又会过来找我们了 龙飞大侠 你千万不要过来找我们啊 难道是我烤鸭吃多了 龙飞大侠 我明天我去多少几只烤鸭给你啊 我求求你不要过来找我们 我求求你别来找我啊 你不要再说了 你在哪里看到的 就在我们门外面啊 带我去看看 带我去看看 师父 你小心啊 师父 哪里有鬼啊 哪里有鬼啊 这只根本就没有鬼嘛 哪里有鬼 来 来 干什么 干什么 你说没鬼 那外面这个是什么 喂 别闹了 发生什么事了 哎 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啊 谁 谁轻易地爱上他 不禁止一下 忘记过 伤心过 一转眼 又是盛夏 谁 谁轻易地摘一把 不迟一下 成长过后的音色花 美丽而且 狂妄啊 美丽而且 狂妄啊 爱情再能走 爱情再能走 不再哭 知道吗 停在什么 十字路口啊 谁 抱着一束缘为我 爱情再重复 想着看我 不说话 最好 她敢了 谁爱情再重复 不过来 她猜啊 不敢了 绝吵